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上個星期我就沒有做到節目 到底是去哪裏呢 其實我在Youtube社群功能當中都有交代過 就是因為我扁桃線發炎 導致發膏燒了好多天 而且都相當反覆 導致精神狀態根本上都不容許我去做節目 亦都沒有聲音 就算去到今天我聲音都未完全恢復過來 但去到昨天亦都退燒了 精神狀態都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今天可以恢復廣播 期間我亦都收到很多益友在Youtube和Patreon上的留言 以及對我的私訊慰問 我也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今天第一件要說的就是特朗普在美國勞動節的白宮演說中 重提中美經濟脫歐的可能性 他形容說脫歐是一個很有趣的詞語 如果美國不和中國做生意的話 就不會損失數以十億計的美元 所以他認為應該開始要思考美中經濟脫歐的可能性 而且還要著力將就業崗位從中國轉移到美國 同時他再次指責拜登 說他的對華政策軟弱 如果拜登贏出總統大選的話 中國就將會獲勝 因為中國將會擁有美國 實際上他這番說話 上兩個禮拜已經說過 這次是重提一次的 特朗普說 一定要令美國重新成為世界製造業的超級大國 一直永日地 要結束美國對中國的依賴 無論是經濟脫歐 或是再徵收更高額的關稅 因為美國真的不能再依靠中國 此外特朗普還說一件事 他就說 美國目前是見證著 歷史上從經濟危機中最快的勞動歷史上復甦 到底他說的這件事 有沒有事實根據呢 看看那些經濟數據 又是真的 首先來說 就是就業職位的增加 美國的就業職位 在8月份增加了140萬個 雖然比上兩個月已經有所下滑 六月份增加了480萬個職位 上個月增加了170萬個 這三個月加起來 其實已經是接近800萬個職位 而且美國的失業率 已經是從四月份的高點 百分之十五 跌到上個月的百分之8.4 這已經是跌了接近一半 所以特朗普說的事情 就不是說吹牛誇大 而是說一些實際的事情 而且特朗普經常提到 要和中國經濟脫鉤 到底他有什麼相關的舉措呢 比如說他呼籲美國的企業回流 向那些回流的美國企業提供稅務優惠等等 這些都是實際的事情 相反拜登 到底他有沒有一套完整的對華政策論述呢 暫時真的未見到有 就算是有提及過中國 他也是說得非常之靈散的 比如說他曾經說過 一旦他上台之後 就會降低對中國的貿易關稅 最近他又提出一件新事 就說一旦他上台之後 就會接見達賴喇嘛 而且他還批評 說特朗普近三十年以來 第一位沒有和達賴喇嘛見面 或者通過話的美國總統 是非常可恥的 而且特朗普也沒有依法任命一位 西藏問題的特別協調官員 拜登說他將會為西藏人民站出來 我認為接不接見達賴喇嘛 都是很次要的事情 只不過是一個人權公關秀 只是在做一些門面的功夫 做一些大農諷給選民看 過去三十年以來 這麼多位美國總統 接見過達賴喇嘛 又如何呢 到底西藏的人權 比起三十年前 有些起了什麼變化呢 對不對 就算特朗普沒有接見達賴喇嘛 但是他在任期中已經搞到天翻地覆了 對不對 已經將對華的貿易赤字縮減了 至於拜登做八年的副總統任期的時候又如何呢 事實上 奧巴馬就真的以私人會悟的形式接見達賴 但是這一趟的會悟 無論對於美國來說也好 對於西藏來說也好 有什麼實際影響呢 反之 在奧巴馬在任美國總統的八年期間 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每一年都升 這些數據又如何解釋呢 這個拜登 就是為了選票無所不用其極 最近他曾經說過 在威斯康星州演講的時候 他說 這個燈泡就不是愛迪生發明的 他說是黑人發明 這些就是他自己說的 喂 那你為了取悅黑人的選票 你要講一些說話 無可口非的 但是你說燈泡不是愛迪生發明的 是黑人發明的 啊 愛迪生游黑了還是怎樣 至於他口中那位黑人 又是什麼意思 拜登完全沒有提及過 他那個原話是這樣說的 他說 為什麼我們不在歷史課教授歷史呢 燈泡就是一位黑人發明的 而不是一位叫做愛迪生的白人 他說太多類似的例子 有任何人知道這些事嗎 因為我們沒有教他們 我們必須要把事實告訴別人 他認為他所說的是事實 但是你的事實也說得不清不楚 你說黑人發明燈泡 那黑人是誰 顯然地他所說的這番話 完全是為了騙選票而說的 另外在上個星期 拜登還有另一番驚人言論 他就說 白宮高層認為 中國是美國總統大選最大的威脅 他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最大的威脅應該是來自俄羅斯 拜登就說 自從7月開始收到一些情報的簡報 他說 很多國家都樂於見到美國總統大選混亂 但是最積極 最揭而不捨 從不放棄的是俄羅斯 他還說特朗普 到底特朗普怕普京什麼呢 實際上拜登說的這番話是沒有道理的 美國總統大選牽動到全球 就是肯定的 每一個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不只是中國或者俄羅斯 但是究竟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對中國還是對俄羅斯的影響較大呢 普京已經做了這麼多年了 俄羅斯的政局也相對穩定 而且俄羅斯的對外貿易當中 都不是主要靠美國來吃虎的 相反中國是怎樣大家都知道 而且美國現在處處去圍堵中國 無論在科技上或者其他範疇上 所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一定對中國的影響較大 拜登就說不是 俄羅斯的威脅才是最大的 但為什麼俄羅斯的威脅是最大的呢 他又沒有解釋 但他那些受眾也是很受落的 最後我們再看看 關於白宮的貿易顧問 Pieter Navarro 他引述了一些數據 去質疑拜登 他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 說到 如果拜登贏出大選的話 美國中西部的藍領 將會受到重大的傷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拜登是相當喜愛中國製造的商品 以至在2000年至2014年期間 美國損失了7萬間工廠 以及500萬個就業職位 他說特朗普已經自力地扭轉有關的情況 大家要注意 2000年至2008年 其實這段期間就是 這個小布殊做總統的時間 即是說他連這個小布殊也扭轉了 當然 這個小布殊的弟弟 2016年的時候 共和黨的初選 特朗普就叫做爆冷贏出了 這個傑布布殊是收了檔的 所以自此之後 就不斷狂咀特朗普了 是不是私遠 大家自己來判斷 除此之外 在這個小布殊時期 那個國務卿叫做鮑威爾 他同樣也是狂咀特朗普的 上屆就去支持希拉里 今屆就去支持拜登 問題就是 這些人又不推出共和黨 其實特朗普是通過一個民主的程序 才成為黨內公認的候選人 他不是自己宣稱 不是稱帝 他也是民選產生的 在黨內 就算今屆也是 所以這些人又不服氣 爭在這個小布殊尾層 走過去幫拜登站台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